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明星杂志销量排行榜,肖战成绩靠前,第一确令有其人,对方是顶流。 你们认为杂志的销量对明星来说对重要吗? 不可否认的是,杂志销量的高低,确实证明了明星的受欢迎程度。 近日,网友们对明星的杂志销量进行统计,肖战的成绩靠前,但第一名确令有其人,对方真的是顶流,你们猜他是谁呢? 杂志销量对于明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销量不仅是对明星的一种认可,更能体现出明星的流量。 而想要获得较高的杂志销量,就需要粉丝们的支持,大部分粉丝都会为自家的明星心甘情愿地购买。 前不久,网上出现一份内余实体杂志销售额排行榜,但从传出的统计上看,有多个不同的版本。 但通过对比,我们可以发现,排在前面的明星始终都是经常上热搜的明星。 刘雨昕是凭借《青春有你》第二季成功出道的,在出道前,刘雨昕曾参加过多档综艺节目,也都取得不错的名次。 但获得的关注度却非常少,直到《青春有你》第二季开播,刘雨昕成为黑马选手。 最终以C位成功出道,不得不说,刘雨昕的粉丝是非常支持刘雨昕的。 从内余女明星实体杂志销售榜单上看,刘雨昕排在第一名,紧随其后的是杨子、吴轩怡、迪丽热巴等人。 在综合榜单中,刘雨昕的时装Law Fisheel排在第八名,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。 《长相思》第一季播出后,邓渭凭借图山景成功出圈,在这部剧中,图山景是小妖的官配,所以这部剧播出后。 她和小妖的CP热度最高,看到邓渭饰演的图山景,很多观众都表示, 我真的酸了,因为我也想要一个有恋爱脑的男朋友。 这部剧播出后,邓渭成为当红的流量小生,并从男配角变成男主角,拥有超多忠实粉丝。 而她拍摄的《费加罗男士》杂志的销量,排在第七名,要知道她拍摄杂志是2023年,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真的不容易。 目前,肖战正在拍摄《藏海传》,很多网友都非常看好这部剧,认为这部剧很有可能会成为暴剧。 因为这部剧的导演是郑小龙,他是《甄嬛传》的导演,最关键的是,前不久恒电下雪了。 要知道只要恒电下雪,必定会出暴剧,所以网友们更加看好这部剧了。 肖战绝对是娱乐圈的顶流男明星,看到他出席微博之一夜的热度,我们就可以知道,就算他长时间在剧组拍戏。 但只要露面,绝对会拥有顶流的牌面,肖战拍摄的人物的销量也非常不错,排在第四名。 除了以上三位明星的杂志销量进入前十外,还有一位明星连续霸占杂志销量榜单。 因为销量前十,近七个与他有关,这位明星就是王一博。 2023年,王一博并没有电视剧与观众见面,但王一博却有三部电影在影院上映,分别是《无名长空之王热烈》。 这三部电影都获得不错的票房,除了拍摄电影外,王一博还拍摄多本杂志。 前不久,王一博拍摄的《时尚八杀》开启预售,让大家没想到的是,五万本杂志竟被秒切。 最关键的是,王一博每次杂志的影响力都非常牛,这绝对是顶流般的存在。 2024年,王一博和李沁主演的电视剧《长风破浪》应该会与观众见面,这部剧的配角是王阳和高禄。 相信质量会非常不错,正因如此,网友们是非常期待的。 对于以上投票结果,您有何看法?